假小子徐娇2013年赴美留学后 时常在微博晒出生活照 年幼的他因在新爷的电影中出演角色 长大之后成功完成了小男孩的大美女的转变 近日他在微博晒出一张紧了刘海的美照 被网友调侃神相似台湾男星郑元唱 引起了一阵讨论 昨天另一位当事人郑元唱在微博上传童年照片 亚裔自己跟徐娇的相似度真的超高 两张对比照中分别是两人童年时和近期的照片 乍一看还真颇有点亲兄妹的意思 很是相似 他在微博逗序写道 郑元唱yes徐娇 连我妈都说笑 这样神似 徐娇本人也笑着调侃道 这下我可以男女通吃了 照片一出 粉丝纷纷直呼 简直就是同一个人 但是猜测称 该不会是失散多年的亲兄妹吧 还有闲得不怕事 多的网友开玩笑表示 真的是亲妈说的吗 小宗你要不要进一步问问你妈 yes你的新闻中心 上海报道